灵心有谋略 火心有热心 而青阳心有绝心 青阳心呢 其实啊 当他在 他只要时间走到了 他应该就会有一番还不错的事业 好 大家好 我们一系列的介绍啊 煞心用的好 人生没烦恼 今天要来讲青阳心 我们常常碰到啊 自己的小孩之后出生的 知道我们算命啊 客人很担心说 命工作青阳 在斗树里面呢 秦阳心他是介自于八字的 是让他以为是八字中间的洋润 指挥初接班 正式开班呢 我们是唯一啊 有得到劳动局 人才培训机构认证的教学机构 课程内容包含教学的方式 都是非常严谨有结构的 从基础的原理 代名呢 可以自己掌握指挥斗树 我们有完整的一个助教团 陪着你一起办读 陪着你一起做作业 陪着你一起做笔记 在美国的学生呢 因为有时差的关系 我们也会配美国的助教给你 所有上课的课程内容呢 我们影片都会保留 你都可以做课后的夫妻 并且呢 我们会组建一个讨论群 有什么问题呢 你也可以放在群里面 老师也会回应 我们有完整的教材 对于命理有兴趣的朋友 你希望很完整的呢 学会指挥斗树 甚至你已经开业很久了 别的命师 客人只要走进门 他大概就知道他要问什么了 甚至连圣诊八字都不需要 这些高阶的技巧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通通都有 即将开课了 让大家来报名 羊润他指的啊 是羊脚刀 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 讲说那胡人啊 的那个刀是弯的 因为他们是马上的民族嘛 所以在骑马的时候 在挥斩的时候 可以马上的那个断固 那也显示出 这是一个决心 我们说 四煞心其实都代表 我们内心潜意识中间 没有办法去抵抗的那一种情绪 情阳心呢 是一种决断的力量 是一种坚持的力量 是一种 我一定要这样子做的力量 那这个力量呢 往往会让人家觉得很固执 往往会让人家觉得太强硬 听不进别人的话 所以会让人家觉得 这是一个很负面的 不好的煞心 当然所有的煞心 都有这种感觉 让人家觉得很负面 很不好 但是呢 就像我们常说的 如果你把它用在对地方 反而是一个好的事情 你想想看嘛 有一个人 他如果命工作情阳 那是表示 他对他自己人生 会有很多的坚持 不可否认 人类活在群体的社会里面 你常常对于你自己的人生 有很多的坚持 人家可能就觉得你不好相处啊 对不对 为什么你都不听我们的 但是换个角度来讲 如果说今天这个人啊 他是比如说家中的长子 比如说他创业的人 他在他的人生中间 可能要承担很多很多的责任的时候 那种对自我信念的坚持 就会变得很重要了 我们先不管 他的信念对不对 对不对是技术层次的问题 所以先不讨论对不对 这样的价值观 而去讨论这种对信念的坚持 那大家想想看啊 这个世界上 所有成大功利大业的 哪一个不是对自己的信念 有异常的坚持 每一个都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能够承担起责任的人 能够创造非凡事业的人 其实都需要具备 这一个能够坚持的力量 跟自我的决心 那这个时候呢 晴阳心就可以给予很大的帮助 晴阳心在命宫的人呢 往往都会有这样的特质 他会相信他自己 他会觉得我一定要这样做 他会觉得说我要坚持下去 所以当他运线走在 碰到人生的困境的时候 他也相对比其他人呢 容易摆脱那个困境 因为通常你在有困境的时候 不外会有这种情况 第一你自己杀 第二你周围的人杀 让你跟着一起杀 如果你很傻 那你还坚持 那就很惨 可是呢 绝大多数的情况是 别人跟着你杀 别人叫着你杀 别人呢 那个环境上面的很多 很多讯息去干扰你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坚定自己的信念 是不是至少你可以躲掉一大半 你傻掉的问题 那是不是机会就高很多呢 那如果碰到你自己本身有问题的时候呢 你还这样坚持 那当然不可否认 你就会死人参了 所以绝大多数觉得秦阳心在命宫不好的人呢 或者在财博宫 或者在观众宫不好的人 对事业有影响的原因都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样子的人 他可能在事业上面 在人生上面呢 听不进去别人说的话 我们就会用这个角度去讨论这个事情 我们就忘记了说 如果这个人自己本身主心做的是聪明的主心 那他的坚持是有道理的时候 他是有反而可以躲掉很多的风险 他不受别人的影响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觉得说 秦阳心他如果在命宫 往往这个人啊 他在人生的困境上 他容易去突破 因为他会坚持自己的理念 总是会让你可以改变那种状况 他如果在观众宫上面 当然不可否认 你在工作上面呢 有很多的坚持啊等等的 你在工作场上 必然会有人际关系的问题 可是无所谓 如果说你自己在工作职场上 你做的星药 刚好是太阳星 太阳星还碰到文昌星 然后太阳还画圈 这颗秦阳星反而就会变成是 你会很有power 会很有魅力 因为你很坚信自己能够做什么 而且你自己的祖星本身是具备领导能力的 所以说要看是祖星是什么 当然了 落进去的做什么七杀啦 这种的 七杀星本身就已经很固执 你要加秦阳星 但实在太不容易让人家相处 这也就表示说 如果你本身是桃花星 再加秦阳星 他其实往往还不错哦 因为桃花星自己本身比较懂得跟人家相处 加上秦阳星 我不会因为人人都跟我好 你好我好大家好 所以我会失去自己的准则 我反而不会这个样子 当然如果你在财博宫 财博宫当然会认为说 在财博宫有秦阳星的话 你容易破财要干嘛 就是因为你花钱都只照你的意思花 当然就容易破财 可是一样的如果今天你的财博宫 有足够好的条件 譬如说 只会加七杀只会画圈 譬如说无许贪狼 无许画权画路 或者贪狼画权画路 若是这个样子的情况之下 那就表示你是很有能力 去创造财富的 而且你坚持自己的立场 那个网友就不要来问我说 无许画权跟画路的时候 秦阳星不会在那边 因为秦阳星在那边的时候 如果在胃的话 那应该贪狼会画剂 我们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 长期看我影片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说 这个会有运现的秦阳 或者是本面秦阳 但是会有运现的四化 所以他有可能同时出现在爱心 但总之呢 秦阳星它其实是一种坚决的力量 那这个坚决力量 我们只要把它用在对的地方 对我们人生会相当相当的有帮助 因为我们人有太多太多的时候 需要这种坚决的力量 尤其当你在创业 所以我常常看到像我讲 我们在讲陀螺星的时候 我们就讲到一点 陀螺星放在什么位置最好 陀螺星放在夫妻宫最好 感情一辈子要修这个功课 但是无所谓的感情 所有人都是 都是大家所有人一辈子的功课 可是当我陀螺星在夫妻宫的时候 我的秦阳星就会在命宫 而当秦阳星在命宫的时候 我对自己的这种坚持呢 会影响到十二宫 我会很相信自己 愿意的往自己的梦想去发展 甚至于这是深信仪宣常提到的 你要相信你自己朝你自己要的路线去走 有秦阳星的天生就会这个样子 秦阳星呢 其实啊 当他在命宫 关入宫或财宫宫的时候 往往呢 他只要时间走到了 他应该就会一番还不错的事业 当然不可否认 这颗星药不太适合放在六亲宫位 因为放在六亲宫位的时候 这跟人之间啊 有这么的追求自己的身心灵意志 是不太好的事情 因为很容易就会产生一些冲突 可是如果是在你自己的宫位里面 那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我们常常说啦 这是一把刀 刀子啊 要握在自己的手上是比较好的 如果说你的秦阳星呢 在六亲宫位里面 那我们就要多学习着 你相信自己的对它的好 可是有会有在多听听它的意见 最后 当然放在紫田县呢 会不会破财呢 第一个它比较容易出现跟家人的关系 但会不会破财 会 因为财库里面放个把刀 当然它就比较容易破财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这通常就表示说 你会乱买东西 或者是你家里 你容易碰到家中有不好的风水 不过这个细节上呢 大概比较是我们说 结果谈到风水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讲 这边呢 今天只是告诉大家说 灵星有谋略 火星有热星 而清阳星有决星 决星放在事业上 其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事情 过去大家觉得说 有这种煞星 其实你就不要创业了 或是你的事业都会出问题 甚至你的感情都会出问题 那个都是一种传统的讲法 传统上的观念 安稳一切都是好的 可是安稳是不会有大事业的 没有惊涛骇浪 哪里会碰得到大狱跟大峡 一定都是惊涛骇浪的情况之下 才能补到大的余祸 平稳的状况之下 鱼群都不会出来 这个是宇宙发折 你要想的是 当我们在听到很多秘诗在讲说 你这个有煞星这样不行的时候 你要先去想想看 那到底合不合理 你要赚大钱 一定要去做出一些别人可做 做不到的事情 而怎么样可以给别人 做不到的事情呢 就是你要够减缺 命宫要清阳星 所以清阳星 其实是人生上很大的一个帮助 我们助力 谢谢大家